有没有人跟你们男生说过 就你们车里头就是有味儿 哎我就一上车啊 妈我好像最随备的味儿 就因为闹不等的味儿 妈我好像要你给我夹卡去 就我老的网约车就一车那味儿了 哎我就本身我不运车啊 就有一股那个老人味儿的你知道吗 体臭嘛在家脚臭 在家人车本来只来着皮革味儿 汽油味儿然后暖风直接晕晕车buff 拉满了 哎就真的这种味儿一般人都挑不出来 我都不知道咋行了 嗯那那那我明天惊喜一下吧 对好好给你的车沙热菌吧 哎妈前两天说给你接着个对象 是不是吃饭起来好好的 把你送人家回去 就慌了 别说了啊一阵进雪 我是一阵阶行 我没擦你大动脉 那那那玩意儿是应该挑衅那份力的 总是让你流点打气的 那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要不你就种啥 要不你就结出来 好吧你结出来它 你还舍不得离开它 那你不有病吗 嗯 自己家的狗该不会咬人了 你要么打要么扔 干啥呀 我没见过跟狗哭半天的 还怕狗离开自己的 你失去的吧 是一个不爱你的人 它失去的是一个爱自己的人 对你儿讲是救赎 对他儿讲是失去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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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拿我干饭行 冰饭 上火啊 上啥火呀 拿着这玩意儿嘛 个子的火你走别走 别上火 你现在没结婚呢 你一切还来得及 你知道结婚了 是不是就落手里了 是吧 如果古天乐跟你在一起 你会离开我吗 会啊 哎你别生气呢 古天乐他多大的流量啊 他跟我在一起 我们数年有一千万粉丝啊 到时候我开播 卖货 苦苦下单 一年就是一个小目标 到时候把钱分一半 哦 你意思等于有钱了 你分我一半 然后我们俩再重新在一起是吧 嗯 我不跟古天乐在一起了吗 对我不好 你虎啊 你都那么有钱了 你找高远远去啊 很多啊 不好看吧 你妈呀 待会儿还有茶用呢 不结婚不生孩子 以后连根都没人一烧 你给你妈去 我提前兑换出来不行吗 不是 一点不存幽闭的数 我就随便一张银行卡 那刀下边不都属于一个小目标吗 可不敢胡说啊 但是那我下去之前 那你早就下去了 我下去我竟然看老婆娃子呗 你真笑心 还还还还 下来还啃我 妈呀 那不啃你 那我前男友说了 啊 说他这辈欠我的 下辈子价位还我 花不了 根本就花不了 你没事吧 他有当初那些背叛我的人 对不 说下辈子当牛做马 都报答我的 那我下去就这样 就给这帮牛马 掏上呗 先开汪梁母帝 我也够吃的 嗯 够吃 行 我错单了 哎呀 恭喜啊 嗯呢 反正现在开始穿四件了 在外白充银绳 然后里边穿毛衣 穿搭子衣 完了穿包子内衣 就你们没去过东北 你们对东北东有啥概念 就这么给你们说吧 南方人说 冻死了 这是形容词 北方说冻死了 是死因 就外边的太阳 那根本就不叫太阳 那就冰箱里得一盏灯 哎哟你们 哈哈哈哈 那今天公司团结 你带我们回东北的了 行了 让东北告诉你 这个冬天没有爱可以 但是没有女儿服 是真正不行的 哎 哎那啥天冷的 狗都退毛了 你不换那套银好了 我不买 我今天走复古风 穿去年的 穷吧 咱都说穷的 还走复古风 有一话怎么说的 衣服旧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旧的穿不下 那去年的 那上半年的衣服穿都小了 你瞅瞅你甚至穿的衣服 真的是 大家比我手头都紧 颜色可缝 不到里边 你自己贴了文 今天说自己过得不好 把衣上秤又胖了不少 我纳闷的 你说 我说你也没啥钱 你咋吃这么胖呢 一百斤的屁股 二百斤的油 就你现在 跟水桶唯一的区别 就是有夫妻眼 对对对 你可别说了 明天我到处够金 我自己下一单 哎 对了 你就是有眼力见 就能听懂我话里的意思 祝你生活愉快 哎 下班都别走啊 我有事要说 佳额呢 哪走啊 走可真快呀 对妈呀 你干嘛呢佳 不是佳额 我什么都要上班了 不是你天天这么着急干啥呀 到哪儿了 五点了 你跟我来他办公室 不是佳额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一要开会 你要走啊 不是老板 大事开小会 小事开大会 我就一普通员工 有我的会议肯定不是啥大事 缺我一个不多 少一个也不少 你怎么就没有点无私奉献的精神呢 不是我有啥无私奉献精神 我来上班的 我又不是来扶贫 你加班你也不给加班费 你天天一到下班巴巴 开会 一点都没有团队精神啊 你一点都没有啊 没有把公司当做你的家呀 你得热爱他呀 公司是我的家 你就是我后妈 钱还不要随便滑 你又想马儿跑 又不给马儿吃草 对不 你天天给这个开会 不给我们加班费 你要是加班费给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会 现在不减半了我能走过 哈哈哈哈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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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没下山就是烧口啊 你去一早就会干个丑炉吗 来点他腰子 枪不好装再好的子弹有啥用 吃完之后你就能当第一个史上 点个对象都没有 你懂啥 我最早先准备起来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 你也没有机会 你准备那么臭愣干啥呀 哈哈哈哈 那小姑娘难道不知道需要维修的 不如那开发不久的 老么咖啡老做的春秋大梦 你买个球你就尿不敲的买呗 你买个五十一百的 整的那动静干啥呀 哈哈哈哈 天台的风好大 这一战把我的征信干没了 百八的至于吗老弟 哈哈哈哈 你不懂我这是重在参与 人家提琴球能给你家发两万块钱呢 重在参与 哈哈哈哈 你懂啥这叫体育精神 哎我听你妈说的 呃那家晚上看球 一晚上炫二百多块钱的大油饼 啊珍惜哦 上五楼哼不得都得歇两起的主 还体育精神的啥体育这么有精神呢 你上医院去看看去吧 你又不是没有医保 你多少沾点神经 这件欧洲杯 别说诸葛亮了 就刘伯翁 李淳峰 袁天刚 他四个组团一块来 都能把裤塔都熟了你信不 你的裤塔能弄松呢 再熟了还有他们四个吗 直接神奇的应用 不就给你预判了吗 哎 健身啊 问你个事 嗯 就前两天 不是一起吃饭那个女的 就是那个大波浪 一米七二开马沙拉的那个 不说我咋的呢 不干啥 我不就觉得他人挺好的吗 上官还挺正 嗯 第一回见面你就能看出已经三观正了呢 你是看人有五观正不 你咋还看出我对他一见钟情的 一见钟情 健身奇 撮合一下呗 我少分到好几年了 本来不止杰色呀 还谋财呀 我人的人找对象要不找一个 弃敌门当户队的 要不找一个中兴公公赏群悦目的 你那大嘴一翻问 像我们要报胎了似的 哎呦 哈哈哈哈 可是电视上演的富婆 不都喜欢我这样的傻小子吗 你买个电视上还演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呢 那怎么得感觉那个上流社会的人都抱着优秀的办理不着都下计层受温暖呢 你咋还看起霸道总裁了 相亲牛马看的太多了 看着看看那个霸道总裁电视剧啥的找回一点对男人的这个信心 那也不用换个新电视呀 以前的电视太小了 影响我沉浸式追剧了 现在这个是创为电视A5D 可是百机分区可香了 啥意思 普通的夜景电视吧 是一体式空光 而百机以上分区的电视呢 每个分区都是独立的空光 就算我家霸总在深夜里边暗自身上 我也呢看的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一般四五千的这个电视呢 风值亮度就四五百 他以前 再加上这个哈曼的调音 就好像霸总在我身边说话一样 我身边你几句话懂我 说正经的 把他微信推给我 推你干啥呀 哎你知道吗 人家前任开逼烈 他自己开马沙拉地 你呢 我自不量力 哎呀你还知道啊 我看你啃老的时候牙口挺好的 咋最近牙包使了 想吃晚饭了 啥话嘛 他阻碍我阻碍这不也挺好吗 弟弟 人就算找道场门 是不是也得看颜值 咱说咋这脸长得像那个 A5D防旋光屏 白天看的是真真灵 晚上逼着灯他也不刺眼 就是总能稳稳的瞅到我 把这动物园搬迁 那时候把你一落民间了 抬头抬头闻 哎低头爽下吧 脸大也就无所谓了 还坑坑娃娃 像那个月球表面似 行了行了行了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这样 看电影的啊 嗯 哎 硅谷银行都倒闭了 你看没看呢 咋的了 幸好我没钱存那 要不然我这会儿功夫 该多上火呀 哎 人家都说现在买黄金合适 你买点黄金放帮你胃里啊 嗯 不是我读书少我不太理解 我买金戒指金手桌啥的有用吗 啊 不买股票 不买黄金的股票基金啥的吗 啊 你看我啊 那存钱从不存在一个地方 你看我的安全意识多强 你多厉害呀 那一万块钱存款 八十家银行倒着存 就为了人家那点米面凉油 卫生纸啥的 哎呦你妈 我这叫惠理财 你这惠理财的学生 那存款咋就一万块钱呢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啊 你说银行咋那么破产呢 那钱花没了啊 你没听网上给你解释的吗 你就好比吧 你是储户 哎 你往银行里边存钱 一人存一百万 哎 你不拢我十个储户 然后这不就存一千万了吗 然后银行拿着你的钱呢 出去放贷 盖楼啥的 完就这楼盖完了 能卖个一千五百万 那五百万那不就银行挣的吗 完了象征性的给你们十万二十万的利息 毕竟用的是你们的本金吗 那我要用钱呢 你这期间要是想取钱 就他不会把所有钱都拿出去投资 他可能拿出去六百万 对吧 那是四百万 有当做那个流动资金吗 当你们求钱啥 那咋还能破产呢 那稳赚呢 哎问到点子上了 这期间呢 假设老弟你要娶媳妇 哎呀不 你需要用一百万 恰巧 你这十个储户里边有五个都要娶媳妇 这时候呢 那银行流动资金就不够了 那不够了 你到哪儿求钱你一没钱 你这一听你恐慌了 你来个大嘴 你对的厨一说 你骂完了 银行没钱了 那那五个人一听也恐慌了 也来求钱了 嗯 不就破产了 啊 这我好像懂了 又好像没懂 老弟你就记住一点 哎 无论是银行破产也好 什么降准呢 什么那些什么词 什么巴拉巴拉巴拉 你都不会影响你一个月三千五百块钱的工资 啊 啊 那还行啊 嗯 你好 初次见面啊 很高兴认识你啊 我去聂 你可以叫我聂总 聂 聂总 哈哈哈 有忌口吗 吃什么菜呢 你就是我的菜呀 哈哈 吃甜品吗 再甜的甜品也没有你甜呀 你没事吧 我点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你说话怎么这么吼你呢 我都要打一道素了 真的 你住的那个小区好像挺小的啊 还行吧 我家那个小区一屋三起呢 其实也不小 我是说没有太大的户型啊 哦 我那期是 但是后期二期那个 这个洋房别墅啥的二百多平呢 还可以 你家在哪个小区你家多大 这么说吧啊 我家的厕所啊 都带落地床了 厕所带落地床 意义在哪呢 咋的你这边拉屎 外边围观群众给你拍巴掌助力要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真幽默 我的意思啊 我家的厕所套内面积有120 厕所120平 咋的你住公厕里头啊 有道理 你还真爱开玩笑 你怎么还用iPhone13啊 现在不都出到14了吗 懂行的都知道13箱啊 咋的你对灵动党还有信仰吗 现在新款的手机没有啥太大更新 13抗打性价比还高 关键是现在拼多多 为了充业绩货客 打算在未来一个月内陆续放出大批量的苹果13来转口呗 不而虚的 直接上链接 手速快就能抢 库存还不少呢 为小伙伴们也争取了2000台的专属库存 保证官方正品全部打包好 放在左脚角链接了 看准链接抓紧抢就完了 这样的好吃可遇不可求 那你家条件这么好 你对女朋友要求得老高了吧 不高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但是丑话可说在前头啊 我们结婚以后 你得以家庭为主 我的妈呀 菜还没上旗呢 你先提一杯了 啊 我说我同意了吗 还我们结婚之后 就我的条件 你还犹豫啊 我没犹豫 我是很很认真的拒绝你的 为啥啊 为啥 我他妈露吃 不是 我是我上你家厂厂厂厂 你还这么得开导航 万一网速慢的话 我使在拉半斗上 我就不跟你添堵了啊 完了那啥 那个你家厕所都120多平了 我就不给你抢了 这东西买单啊 你也走 你这又风吓又打招的 你咋的了 又到啥事了 哎 我想买个二手车 你不认识那个卖二手车的吗 你给我找找人 看能不能便宜点 干啥时候吃的 老弟有时候吧 有些事不要找收人 找收人 找收人烦闹麻烦 为啥呀 你就像我去年搬家 我去年搬家的时候 本来不行找搬家公司 我身边朋友都说的 都有车 你找啥搬家公司 我以前搬家公司的 500来块钱呢 拉到我正好省了 但他们搬家也不专业 把把我的沙发给挂了 那都带到无所谓的 然后完事的时候 我先请大家吃个饭吧 拔银花了一千二倍 七二三 之后就预计也不预计 你说本来500块钱 就能搞定的事 请吃饭 又休沙发 都花一千多 这还到达了 那可不不 完了过不长时间呢 其中就有两个朋友问我借钱 一个是我要结婚 一个是我在父母住院来 我跟你说 还不清的人情债 你就品气不知道真的 那是 这还没法说 那呗 我跟你说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尽量就别大人精神的 免费东西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老弟 免费东西的罪贵 有道理 那可不咋的 要不我再看看吧 不行我买个摩托车吧 我还行 那买摩托车好 还能兼职当骑士啥的 那那你送我个头盔呗 我送你个头盔 多钱呢 四千二 二千二 你的脑瓜都不值一个头盔钱 我给你损个帽子吧 这帽子挺好看的 这马上到夏天了 我刚从德国上买的 那个free rabbit的棒球帽 还有我这个同款的 梅花流苏的这个发展 冬可精致了 现在趁着你520有活动 你买一个搭配小裙子啥的 平时不挺好的吗 真不错咋买的 上德国 只好先点我平时 还能抽那千元门槛又一圈呢 那这帽子我可收着了啊 嗯 但是还得买个头盔 未来啊 不都说骑自行车都要戴安全头盔了吗 安全性 是得戴 那这么大岁数的 还骑自行车 还骑电动车 戴着头盔比方别人扔出来 啊 你这又红枪又咋做的 你咋的啦 又到啥事了 啥 又啥事 我这叫静心 哎呦 你可别走火入魔咯 你别在我旁边逼 我就不能走火入魔 嘿嘿嘿嘿嘿 哎 啊我让你把我那车开去保养去 你花八千多 你干嘛了你可思爱店入股了 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中间冰我缝子了 你是不是票钱了 不是你看你说哪话 我我 你不是有保养单的吗 我微信给你发了 你自己看哪 你在二十四包 啊 那必保四千三百三十一 再加上 发动机润滑养护 空气滤行 那你发到一共八千多 啊 城市套路神 不行你回农村吧 不 那个 那农村套路多 村长不让说呀 我想崩死你 来我给你捋捋啊 润滑养护 这润滑养护三百九十八 既有本身就有清洁功能 它里边有那个清洁分散剂 你个大白给小本花钱毕业的啊 再说了 咱这车公里数 不到两万公里 要公里数大点的话也行 你这就像那个刚出新牙的孩子是 用洗牙吗 那那我也不懂呢 你再说这空调绿型 一千二百九十四啊 啊 哎呀妈外边几百块钱 淘宝几十块钱 你有病啊 你说那个花一千二百九十四 还有这空调清洁921 换绿型不包括空调清洁 那咋的拉完屎之业 算苦啥子不开定啊 不是 那个这个 那酸癌店说的 他们要求的 我也 他要求的 你他要求的你就整啊 他给你打麻药了 你咋怎么听话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冷凝清洁 刹车油 我也就不说啥了 车内复养离子 车内质里八百八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人家说 净化空气续甲权 车内细菌啥的 要不你车不有菌吗 玩的呀 有菌 啥菌八百八 你他最大的菌 你只要不坐我车 我车啥菌不带有的 你说咱的车吧 就好比那十六七的青少年 你给他承那么多保养品 他不央实吗 那我也不懂啊 你不懂你给我打电话呀 你说咱车要是十万公里 就像那四十来岁的人 人到中年了 他可能是小毛病多 他保养保养型 咱的青少年年轻低壮的 你给他承那些附加项目干啥呀 对对对对对 你给你拿本肌肉下回 给你啥重品了 没有啊 我的老弟 妈出门脑干辣家了 人家还得合议呢 今天他妈可下雨这个大傻 人的是 你能到我里擦手了 跟到我里擦肝糖了 不是 你看我好心帮你 你咋还骂我呢 你妈你好心你有啥心呢 骗你那把新拉丢了 你这么有主见我不赢钱了 你到我去买球去 不是姐 不是 你看你我 哈哈哈 反正一辈子也很短 我觉得我以后 随便找个人结婚得了 你说我这样会不会太悲观了 随便找个人结婚 已经就愿意嫁给你啊 你这么想是不是太乐观了 老弟 哪一个好玩意的人都发现 傻话呀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 我专情的很 你可快拉了 我问你最乱 套到你心里的都得开导行 我现在不知道你喜欢啥离型的 我就喜欢呢 又温柔又漂亮 能挣钱还顾家的呗 还一买还得能赚钱能顾家不矛盾吗 老弟那白嫩的手不能洗碗 漂亮的胆脸 但是需要花钱 得经常打扮自己 是不是还得给自己买份皮肤啥的 哎 你这种皮肤就不错吗 然后在我身上这一套 得物点上买的都不到100多 纯棉的这个半袖版型特别好 还说美式休闲百搭 短裤的都是品牌直发正义保障 而且还是男女不管呢 怎么买呀 你就点我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 我放下游券什么 那我还给你买一双那个安踏的一个炒鞋呢 还挺好看的啊 脚感也不错 那白 是我评论区留卷给自己买两套下来的衣服 倒是倒是 那找对象的费金呢 一天要求还那么高 你说赚钱跟顾家不能兼得 可是网上很多不是又漂亮又能挣钱 还顾家的吗 嘿嘛 现在你别看网上那些视频了老弟 那网络点都啥样呢 哎 会洗衣服会做饭 会赚钱会打扮 会顾家自己赚钱自己花 贴不家贴不拟财 自己靠自己 哎 赔价多财力少生完孩子身体也好 既同情又大理照顾公婆好身体 美丽不识芬芳贤不识贯 你说这是理想型吗 这不幻想型吗老弟 对 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 有 他太少了 你要永远参照互联网 你永远你都找不着 那多半都是眼出来的 都是为了流量 你不得回归现实吗 也是啊 但是主要吧 现在年轻人都太忙了 没有时间谈恋爱 你忙啊 我不忙啊 你不忙谁告诉你忙 没时间谈恋爱啊 哎 就我喜欢的女孩 她就这么跟我说的 她说她很忙 哦 嘿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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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